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7月19日 星期二 剛剛講完那宗網上求職騙案之後 又有一宗騙案 講感情的 香港人的錢那麼容易欺騙 有一個人說他是何鴻生的私生子 有一個女兒 港女兒被人欺騙了31歲 你怕沒有兒子嗎 你找我吧 你騙了56萬5千 一個31歲本地女子 本月初透過交流程式 就遇上自己是已故賭王何鴻生的私生子 男子就說對方自己經營船部生意 兩人雖然從來沒有見過面 但一星期入面就火速發展成為網上情人 女方以為喜歡了 以為戀相有錢人 其實是陷入網上情人編局 一度猛然不知 結果總數就欺騙了56.5萬 消息說女事主是銷售 自戀上賭王私生子之後 就對網上的男友言聽計從 聲稱一定是這樣說的 生意有困難要求經濟援助 女子不如有詐 立即出錢支援情郎 在本月7日和8日 先後將56.5萬分 四次傳入不同的本地銀行戶口 可惜沒有一個是屬於南方的名下 沒有一個戶口是屬於南方的名字 你都不知道真名 女事主其後發願這段網上情願 只是一廂情願 只有她單方面無償感付出感情和金錢 而南方亦都失亂 她才相信 墮入詐騙王的愛情陷阱 我墮入情望你往來看 真糟糕 追淺不果 報警求助 真是傻乎 不怕救 自緊要受 剛剛說了 今天兩宗詐騙 兩宗都是三十多歲的港女 一個為錢求職 我都沒那麼傻乎 這個為兒子 見都沒見過入錢給人 沒話說沒話說 就是這樣